陈林气得浑身发抖 咬着牙道 你 贼耳依靠 入骨散分 你今天进宫 是来消遣老夫的 云针恨恨的在路边的竹子上 踹了一跤 哼 谁有空来消遣你啊 算了 就当是我理解错误了 下次你有事找我 大家还是签合约比较好 免得像今天一般的让我白口难辨 陈林急指云针 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 昨晚担忧了一晚上 今早又被旁极嘲笑 自己在情急之下 将密蝶斯对云家的布置 暴露了一个金光 如今还要听云针满口胡柴 听他说话的意思 还要把昨晚上云家不寻常调动的事情 归罪在自己身上 这简直是欺人太深 昨晚你云家的举动 累同谋反 陈林咬着牙狠狠地说道 云针机翘地瞅了一眼 陈林 云家怎么就谋反了 假是夜洞 老子是大宋少数几个白虎结堂的拥有者 身边有八十一位铁卫充当遗从 乃是观点上明文规定的 他们的俸禄都是国家发放的 我不过是在昨晚上清点一下人数 你竟然说我带着他们谋反 陈林塞帮子上的皮肉 抖动得厉害 想要指责云针 硬是忍住了 他黑黑的音笑道 好 大将军 手窝胡福 不论是白日典将 还是深夜升堂 那都是你的职权 老夫道很想知道陛下如何想大将军昨晚的座位 本帅昨晚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昨晚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太子准备今天的讲义呢 打算用今天比较精彩的讲义来取悦陛下 好让陛下饶恕云月私子去见郭氏之罪 陈林瞅着云针半声 神 是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云针取出自己的配件 砍断了一根指头粗细的青竹 削去了头尾 结成三尺长的一截 握在手里随意的挥舞两下 觉得甚为趁手 不理睬目瞪口呆的陈林 继续向皇帝的寝宫 井阳宫走去 伯太妃怀里抱着已经睡熟的云针 轻轻地拍着忧心忡忡的秦国道 你其实不用戒怀的 昨日里皇后为难云月 是因为云家羞辱了皇后 皇后提出了条件 云氏兄弟置若罔文 皇后如果不在这件事情上 为难一下云家 那才是怪事呢 秦国摇摇头道 不 海尔不担心云家 不论是大伯还是夫君 他们都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 处理这件事 海尔只是担心母亲 昨日踪踪见了一面 海尔见她的心智 似乎有些癫狂 万一再被这件事情 刺激一下 彻底癫狂的话 对海尔来说 那就是千古憾事了 这才是好孩子该想的事情 你和云月私自去见母亲 虽说不合皇家律法 却符合我大宋 以孝义治国的宗旨 只要占据了孝义的名声啊 即便是被陛下责罚 也坏不到哪儿去的 你大伯云征之所以把你们建国师的时间 选在他教授太子功课的前一天 想必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秦国啊 不要担忧 我觉得你们的事情 今日一定会有一个完整的交代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娘娘我也会出手 只需告诉陛下 是我命你们去的就好了 我一个孤老婆子 早就把荣宠砍淡了 两人正说着话呢 就听宦官前来禀报 驸马云越前来问候太妃 伯太妃笑道 看看 解决麻烦的人来了 云征走进了景阳宫 这座宫殿最大的特点就是空旷 为了方便皇帝修养 这座大殿四周全是窗户 整座大殿的重量 全部压在三十六根齐大的柱子上 因此在夏日炎炎之时 大殿四周的窗户全部打开 清风浮动着白色的窗纱 显得非常凉爽 爱亲者 不敢勿于人 敬亲者 不敢慢于人 爱敬 敬于世亲 而德教 家于百姓 行于四海 盖天子之孝也 不行云 依人有庆 照民赖之 庞吉今天授课的内容 是孝经 还是天子之孝 他念一句 赵旭就跟着念一句 等赵旭将这一段话 已经背诵下来之后 庞吉 是天下人心归顺 人民和睦相处 人们无论是尊贵 还是卑贱 上上下下都没有怨恨不满 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 赵旭瞪着自己无知的眼睛 离开座位 惭愧地拱手道 学生不知 你既然不知道 那就让为师来告诉你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孝的存在 它是一切德行的根本 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 你回原来位置坐下 我告诉你 人的身体四肢 毛发皮肤 都是父母富裕的 不敢予以损毁伤残 这是孝的开始 人在世上遵循仁义道德 有所建树 显扬名声于后世 从而使父母显赫荣耀 这是孝的终极目标 所谓孝 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 然后效力于国军 最终建功立业 功成名就 诗经大雅 文王篇中说过 怎么能不思念你的先祖呢 要称述 修行先祖的美德 赵旭仔细听了 庞吉的诉说之后 张嘴道 学生以为 这是庶人之校 不是孤王要学的君王之校 听赵旭这样说 不但庞吉笑了起来 就连躺在床上听课的赵真 同样笑了起来 他们对赵旭能问出这句话 感到非常的欣慰 庞吉笑道 笑不分庶人之校和帝王之校 他们是统一的没有三六九等之说 能够亲爱自己父母的人 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 能够尊敬自己父母的人 也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 以亲爱恭敬的心情 尽心尽力的侍奉双亲 而将德行教化 施予黎民百姓 使天下百姓 遵从效法 这 就是天子的孝道呀 上书补行里说 天子一人有善行 万方民众都仰赖他 云征听了庞吉对孝的解说之后 不由得暗自钦佩 果然是禁淫书海多年的大儒啊 引经据典庞征博引 又深入浅出的将一个晦涩的道理 讲得通俗易懂 又让人难以忘怀 这就是大本事 庞吉又给赵旭讲解了一遍之后 见云征站在门口 所以笑道 哈 呃 老太保酒后了 今日啊 老夫讲述的课也多了些 不想已经快到五十了 侵占了太保授课的时间了 恕罪 恕罪啊 云征还礼道 哎 太父授课 让云征这个后进墨学 授意匪浅 总是听不够呢 哪里会有怪罪的一数啊 却不知 太保今日准备教授什么呢 老夫非常想旁听一下 太保对军事的见解和高论呢 云征直指侍卫抬进来的箱子 啊 今日讲解的是实证 算不得重要 旁向莫要笑话才是 自从云征走进大殿 半靠在软榻上的赵真 就一直看着他 云家昨晚的举动 皇后已经向他哭诉了一遍 主要申诉的就是 云家准备图谋不轨 图谋不轨 这四个字 对赵真并没有多少影响力 在赵真看来 想要图谋不轨 就必须拥有图谋不轨的本钱 很明显 云家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大宋王朝建国近百年 早就根深蒂固了 几百个战兵 就想撼动王朝的根脊 这根本就是一个大笑话 这几百战兵 或许能对东京城造成很大的伤害 说到天上去 这几百人 即便是能够攻破皇宫 那又怎么样 即便是皇宫被攻破了 到了那个时候 能坚持走到自己面前的叛乱君族 又能有几人呢 皇宋的根基在世人 在皇族 在百姓 唯独不在这个皇宫里 只要太子离开皇宫 随便找个地方 就能聚集其数百万的大军 将云家那点叛乱力量 斩成狗肉之将 自己没有失德之处 太子更没有可以让人诟病的地方 大宋 如今虽然还有不少麻烦 可总体上 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 这种局面 甚至好于立国之初 放眼望去 整个大宋 都是平安喜乐的局面 十年前的时候 自己还总是被层出不穷的叛乱担心 可近十年以来 这种叛乱越来越少 近三年以来 根本就是闻所未闻 皇后扣押云月 是一个很突然的举动 云家有异动 也自然是一种很仓促的举动 而且云家似乎并没有刻意 掩饰自己的行动 不论是陈琳 亦或是皇后 还是庞吉 这些大臣 都清楚的知道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在这样的局面底下 云家还能成事 赵真觉得 赵家即便是被覆灭了 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皇后很聪明 可说到底 他不过是个妇人罢了 平定一些小的风波 自然不在话下 可是一旦面对云征这种凶人 他除了赶快把云二放出宫 求和之外 没有任何办法 在赵真看来 云二根本就不该放出宫 这样一来 才能看清楚云征到底要干什么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 鱼死网破的决心 至于把秦国和云兴 扣押在皇宫这种事情 皇帝根本就不愿意置评 这是蠢到家的行为 要么就把云二一家三口都扣押 要么就全都放了 有了这两种举动中的哪一条 都不失为一个果断的抉择 用自己的女儿和外孙 来威胁云征 皇帝自己都感到脸红 皇家要的是大气 要的是无所畏惧 要的是正大光明 无论对错 都要按照这三个做事原则去做事 不论对错 只要坚持了这三个原则 皇家的权威就继续存在 这才是最重要的 天底下谁都知道 鸭子河之战是自己皇帝生涯的一个败笔 谁都会说这是皇帝在欠考虑的前提下 所做的一个错误决定 可是全天下所有人都不会说皇帝不能这么做 收复燕云十六周 那是大宋自开国以来就滋滋以求的目标 太祖干过 损兵折将了 太宗干过 也损兵折将了 先帝和辽国在禅州和萧太后狠狠地打了一仗 虽说占据了一点优势 可说到底 大宋还是损兵折将了 所以到了陛下这里 为了燕云十六周不折损一点兵将 简直就是对祖宗的不恭敬 皇帝从来不认为自己在鸭子河的举动是错误的 即便是百事个尼古寨残钉活得像鬼一样 皇帝也没有改错的打算 云征不认为云家昨晚要造反 他认为这没有半点可能 从宰相庞吉今早才从容进宫的举动来看 宰相也不认为昨晚云家的举动能够对大宋造成什么太大的麻烦 这样的麻烦小到不值得他连夜进宫 邹童说皇后一夜没睡 景福宫里的侍卫和宦官包围着景福宫一夜都没休息 陈琳在皇宫的城墙上穿着剑服枯作了一夜 皇帝自己昨晚睡得很是舒坦 淑妃昨晚替皇帝按摩身体 整整按摩了一个时辰 皇帝甚至有心情瞅一眼淑妃宽大的睡袍下 那玲珑有质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动不了 并不妨碍皇帝欣赏一下美色 因此昨晚 淑妃是在皇帝的卧榻上睡的 虽然两只手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当淑妃将皇帝的手放在自己饱满的胸膛的时候 依旧是给了皇帝很大的享受 现在皇帝就想弄清楚 云珍昨晚那些对大宋皇朝没有多少意义的举动 到底是为了什么 皇帝看了看旁极 发现老父子笑眯眯的看着云珍和太子 讨论皇帝之孝和小人之孝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意思 看样子 这位老官也糊涂着呢 至于皇后 这时候就站在床后面的帘子里 赵真很满意邹同今日给所有人安排的位置 躺在床上的自己不能动他 就能看清楚所有人的举动 他觉得很有意思 邹同见云珍和太子讨论经典的十二孝 已经说的有些离经叛道了 因为他们二人正在讨论的 是郭聚埋儿奉母这么极端的事情 担心招惹皇帝不喜欢 所以开言道 一日之际 再于尹 殿下已经掌握了太父所授的课业 太宝不妨继续为太子启蒙军略吧 云珍嘻嘻哈哈的向太子使了个眼 说站起来向皇帝拱了拱手 太子今日听了太父的讲义 受益很多呀 此时不宜再向太子教授别的学问 免得贪多嚼不烂呢 不过 微臣为了让太子舒缓心胸 特意制作了一个模型 名曰 大怀国 这是一款很不错的军事游戏 可以让太子在游戏的过程中 掌握最基础的军事策略 微臣以为这样的策略性游戏 对太子掌握军略是非常有好处的 庞吉笑道 大怀国 哼 有趣啊 东平人淳于坟 一天在一株骨槐树下醉倒 接着梦见自己变成大怀国国王的驸马 任南科太守二十年 与金之公主生了五男二女 荣耀一时呢 后来因与禅罗国交战 吃了败仗 金之公主一病死 最后被遣发回家 沿途破车堕足 梦突惊醒 醒来后发现 淮安国和禅罗国 竟都是以学 历历如县啊 难道在云帅的眼中 荣华富贵 只是一场梦幻吗 云征拱了拱手 富贵荣华自然是越现实越好了 而战争却往往现实的令人感到恐惧 因此 我将战场视为梦幻 就是不想让太子沾染上战争的暴力之气 太子身为储君 不需要亲临战争 太子只需要知道战场是怎么一回事就足够了 即便是在战场上 在执行必死的军略时 我不会允许独子士兵上阵 此为人道 何况陛下只有太子这么一点骨穴 能不上战场 就不上战场 只要上了战场啊 就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如果陛下子次甚多的话 我倒不介意让他们其中的一两个尝尝真正的战场是什么滋味 云征说着话就顺手把自己带来的大箱子打开 整个大箱子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城房 箱子的五个面全部打开之后铺在大殿金砖上 一个栩栩如生的龟状城池模型 就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陈灵咬着牙道 这是开封城 云征瞅了他一眼 胡说八道 这是大怀国 陈灵怒道 你看看这条河 不是黄河是什么 胡说八道 那是尿水河 这是五峰楼 胡说八道 那是光陵楼 这如果不是朱雀门 老夫把眼珠子抠出来当套菜 那你抠吧 那上面明明写着北极阁三个字 你难道不认字啊 庞吉走了过来 从云征手上拿走那根竹棍 指着城市最高处道 老夫觉得这地方很眼熟啊 跟老夫办公的地方很像呢 云帅以为如何 云征笑了笑 这里是大怀国的大议事厅 一般来说呀 大怀国的国事都是在这里拟定的 首相处理政务的地方 那自然都是一个模样了 这里是一个国家仅次于皇宫大殿的重要位置 等一会儿就会在这里发生一场激战 庞相可以好好地观摩一下 庞吉笑道 中书门下乌雨重重 且不说这里的高枪深宅了 光是紫光殿就把进出的咽喉掐死了 不知道云帅如何在这里行事呢 云征把努力地在模型上找自己东宫位置的赵旭拖过来道 今日我师徒就是进攻坊 五万大军云集大怀国边境 隔着黄河 不 尿水河 与大怀国隔阂相望 是要踏平大怀国 回其宗庙 夺其设计 为我子虚国再添一片疆土 赵旭摆弄着代表兵力的小泥人 兴奋的快要疯掉了 恨不能立刻就开始这场从未有过的大战 庞吉 陈灵 邹同 以及皇帝都一脸怒容地盯着云征师徒看 这哪里是什么大怀国 只要不是瞎子都能认得出来 这根本就是东京的翻版 尤其是皇帝处着九重门的皇宫 恨不得立刻跳起来掐死云征 攻陷大怀国 也就是说云征打算利用五万精兵攻陷东京城 大殿里鸦雀无声 皇帝喘气的声音清晰可变 谁都不晓得皇帝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来 过了好一阵子 邹同在皇帝的示意下道 那就各安本位 宰相防御中枢 无城兵马司防御外城 彭日军全体出动 进驻黄河岸边 密碟司负责城里的奸细 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邹同安排了很久 最后看了看皇帝 确定了皇帝所要说的话之后 对门外的太监喊道 宣武城兵马司统领侯之坦进攻 宣彭日军大将军林广进攻 宣拱盛军大将军裴鲁虎进攻 宣左右神尉大将军进攻 宣太子六帅统领赵延年赵夫进攻 宣 邹同念完名单之后 愁愁音征 发现他好像没有听见自己在念些什么 自顾自的和太子小声的说话 陈琳和庞吉两人拿着一卷厚厚的卷轴 在仔细的观瞧 并且不时的小声交换一下意见 邹同走过去拿过那卷卷轴 放在皇帝的面前 缓缓的展开 等皇帝看完卷轴之后 就把卷轴悬挂在柱子上 好让每一个人都看清楚 邹同道 这个卷轴里提议的法子 很是公平 依照里面的规矩进行评判 有点意思 赵旭小声的对云征道 太宝 咱们打不过他们 刚才听我父皇的旨意的意思 是要咱们对付的是东京六十万兵马 不是只有十万五成兵马四军兵 咱们的五万人太少了 云征在赵旭耳边轻声道 少说话 没看见你父皇已经同意按照咱们提出的裁判法子 进行裁判了吗 这法子我已经用了十年不止 我的部将也用了十年不止了 赵延年和赵夫见过 却没有实际操作过 这么一来我们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了 太子 你说说一个经常下棋的人厉害 还是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棋的人厉害 赵旭毫不犹豫的道 自然是经常下棋的人厉害些 至少在第一局的时候 一定是经常下棋的人胜过第一次接触棋子的人啊 看不出来 你还挺聪明的 那是 我父皇说 我是皇家少有的聪明之辈 父皇还说 除了太祖 太宗的天赋都没我好呢 可是太宝啊 他们人数太多了 还有东京城作为依靠 我们只有五万人 怎么打败他们呀 云征黑黑笑道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们必定胜利的原因的第二个因素 东京城过于庞大 里面的人口太多了 人群太复杂 要吃饭的嘴太多 一个普通人 统一十个人都会乱成一国粥的 你想想啊 全东京百十万人 在战乱中该怎么统一啊 赵旭瞪大了眼睛 忽然叫道 运河 父皇说 东京的命脉就在运河上 只要我们能够控制运河 东京就完蛋了 云征一把五支不知不觉 大声说出话来的赵旭 笑着对文生看过来的 陈林和庞吉道 我们再研究军略 庞吉黑黑笑着对太子道 太子扬气的功夫还要加强啊 要知道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的道理 不过太子能想到变河乃是东京命脉 对这一点为师甚为欣慰啊 不过太子想的太自以为是了 变河虽然重要 但是这样的命门 老夫岂能让你们轻易掌握呢 要知道 自庆历八年起 朝廷财政开始有了盈余之后 我们就在东京不遗余力的 修建粮仓了 到了如今啊 不论私藏 仅仅是大粮门外的官藏 我们就有存粮六百万 这是东京百余万人口四个月的口粮啊 如果按照平日的一半供给 那这些存粮够咱们使用十个月之久 也就是说 一年之内 即便是你们卡死了变河 东京依旧不会因为缺少粮食而被贡献的 陈琳坚笑着道 哈哈哈哈 嫉妒莫过绝粮 云帅一定会想着烧毁大粮门外的存粮吧 老夫一定会死死的守卫好粮仓 哈哈 如果可能 还会将这些粮食 分发给百姓自己存储 老夫就不信 你云征有本事 把全东京的人的口粮全都烧掉 哈哈哈哈 想使用曹操的乌朝固执 劝你趁早打消主意吧 陈琳说完这些话之后 忍不住得意的笑了出来 庞吉也捋胡须连连点头 陈琳这一手存粮入百姓家的法子 一下子就把云征想要依靠绝粮来达到攻陷城池的想法给堵死了 且不说云征没有一年的时间去攻城 实际上连半年时间都没有 只要有四个月的时间 大宋最强悍的边军就会抵达东京 到了那个时候不要说攻陷东京了 连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成问题 听到陈琳和庞吉的话之后 赵旭觉得自己的想法没了用处 一脸愁容的抬头瞅瞅云征 云征拉着赵旭走到角落里坐下来 笑了笑说道 太子殿下 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你一定要记住啊 赵旭连忙点头应称 我告诉你啊 这世间最容易攻陷的城池 就是都城 焦治国的都城升龙府被我们攻破了 然后呢 我们得到了焦治国百年积存的财富 让我大宋的倒霉财政 一下子从亏损变成了盈利 大理国的都城大理 虽说在大理内府 却被一届粗人良极带着大军给攻陷了 从那里带回来的财富 也是数不胜数 我只是将金子全部化掉 就铸造了很多个金翅鸟 如金白的满皇宫都是吧 西夏国的都城兴庆府 我也亲自走了一趟 只可惜当时手里的军队还不成熟 人数也太少了 所以呢 只弄死了西夏皇帝李元昊 顺便把太子宁领阁也给坑死了 最后用火药炸掉太子府 弄死了很多西夏勋贵 出关的时候 顺手牵羊弄回了三千匹战马 这是最亏了一次了 原本很想着去辽国的都城看看 那个该死的耶律鸿基 偏偏要弄什么春夏秋冬那波 想想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时间 陪着那个喜欢打猎的皇帝四处游走 这才留在大宋 休养生息了 赵旭惊恐的看着云正道 所以您就开始打东京城的主意了 或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 云正是赵旭最喜欢的大宋将领 对于他的丰功伟绩 赵旭知道的很详细 就是因为知道 他才会觉得云正对于攻破别人家的都城 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癖好 云正悠悠地瞅了一眼 景阳宫外的城墙道 这城池立在那里啊 就是为了被别人攻破所准备的 在我的理想中 如果能够拥兵攻破天下所有的要塞 才不枉了人间走一趟啊 修建城墙 就是为了方便别人攻破的 赵旭知道修建城池的目的是什么 有些狐疑地问道 云正笑道 因为城里的东西比较宝贵吗 所以人们才会修建城墙来加以保护啊 我不是很喜欢当一个保护宝物的人 总喜欢当一个劫掠宝贵的人 所以我和敌帅不同 他喜欢当保护宝物的人 而且乐此不疲 我是当不成这种人的 如果要我看管宝贝 那些宝贝对我来说毫无价值可言 赵旭拉着云正的手道 太宝 难道对您来说 抢来的宝贝才是宝贝吗 云正建大殿里的人越来越多 拖着太子走到角落边上 你觉得你父皇赐给你的东西珍贵呢 还是你自己费尽心力抢来的东西珍贵啊 赵旭狡猾地道 按照太父刚刚教的道理来判断 自然是父皇赐下来的东西珍贵了 如果按照太保的道理来判断 自然是自己抢劫来的东西珍贵啊 你将来要是成不了一位狡猾的君主才是怪事呢 云正哈哈大笑拍着赵旭的手 你回下的臣子有的麻烦啦 就在他们师徒在角落里闲谈的时候 大殿里的人慢慢的变得多起来 这些人听了陈琳的解说之后 毫不犹豫的就把冰冷的目光盯在云正身上 不论是不是武将 这时候全部对云正充满敌意 如果任由云正攻破这个所谓的大怀国 那么这些人保持了数十年的颜面 就会荡然无存 无礼 新任的彭日军大将军林广 瞅了一眼所谓的大怀国 就大声怒吼道 邹同阻止了这些将军的愤怒 指着柱子上的游戏规则说道 现在多说无意 先仔细的看清楚这些条例 再说其他的 陛下很希望看到你们能够保卫住大怀国 最好能让子虚国的军队全军覆没 武城兵马司的主将侯之谈道 东京城驻军六十万 如果连五万人都打不过 末将不如福建最少了 正在和太子闲聊的云正听到这句话之后 真的起身走到了侯之谈面前 此话当真 如果战后你不能兑现诺言 我亲手来帮你完成诺言